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化佛法 我们学佛人懂因缘 知根知己 要启发自己本性 要能够用自己过去的根基来继续学佛修行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不要让自己的八十田中变得肮脏 在八十田实际上被很多的善的恶的那种光环 所包围着 所以在八十田中 因为你一个不好的念头 常记在心 就会进入你的第八意识 阿赖意识 那么在你这个阿赖意识当中呢 你的妄念会分飞 杂念分飞呀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一个人一烦恼的时候 整个人就乱了 因为他的八十田中 所有的妄念杂念分飞呀 所以人马上就坐不住站不住了 就开始心乱了 他的本性光明就被遮蔽了 所以你看一个人一乱 他就智慧就没了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就想不出怎么办了 因为这叫遮蔽 他就像太阳光照进来 你说太阳能照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让每一个人都温暖 但是你要是在家里 你把门窗都关着呢 你不想照见太阳 你光明就被遮蔽 所以只有当八十田中 清静无碍 干净 八十田中非常干净 就是佛法界经常讲的 要在自己的意识田中干净 不要有过去那些恨啊 冤啊 那些仇恨啊 那些贪嗔痴啊 所有的一切 全部要把它照见 乌云皆空 空掉 然后你才能放射出 佛光 那么照耀的 你自己的 阿摩罗斯的本性 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要讲的 只有佛光的显现 才会有光明的显成 所以你看不到光明 你没有佛光显现 就像你今天 你看不到太阳 你知道什么叫照耀你的 前程的光亮啊 你今天没有亮 说明你已经被遮蔽了 阳光被你遮蔽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能照到阳光 都能找到佛光 但是有些人因为太肮脏了 在他的八十天中 整个都是恶的光环包围着 所以他不能够得到佛的 佛光普照 所以他就找不到光明 这就是师父跟大家要讲 我们学佛修心的人 就要学会将自己内心 要回归自己本来的心地 怎么叫回归本来的心地 比方说你从小很善良 看见同学摔跤了 你会哭 摔出血出来 你会难受 你慢慢地嗔恨 你慢慢长大之后 你变得越来越无情无义 那么佛法让你找回 你本来心中善良的心地 你慢慢学佛之后 人伤我痛 同体大悲 你慢慢懂得了这些 看见你的同事 朋友如果摔伤了 或者被车碰伤了 你会难受 那么你的心 是不是回归到原来的心地 善良呀 没有染灯 没有染灯呀 我们说小孩子的心是没有染灯的呀 我们越活得大 我们心染灯越多呀 找回自己原来的光 这就是叫回光返照 所以我们要明白佛陀的真谜 佛陀告诉我们 不要去纠结在人间的一些人我是非当中 佛陀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是虚幻 是空无的 所以佛陀让我们要打破我们心中所产生的妄念和妄心 都是假的 佛陀说你今天拥有了再多最后都会失去的 佛陀告诉我们不要去妄想呀 人的一生 这种妄想如梦幻泡影啊 如露玉如电啊 你应该做卢士官啊 卢士就是你要找到真实的 实实在在的叫卢士 因为人啊都会生起妄想心 得不到的我想去得 做不到的我想去做 所以人才会产生妄念心 妄想心 妄动心 你想想看 你不乱想你会动吗 你今天这个举动非常的肮脏 那么你这个举动是因为你妄想心 才产生的你这个妄动心 你今天跟女孩子开了一个不高雅的玩笑 你心都没想过你嘴巴会出来吗 你讲出来了说明你心里想过了 那你妄动的心就产生了 所以你的妄念就存在了 所以佛经常叫我们把内心要去观照 去看去找 我们最内心佛光在哪里啊 佛光在我们的本性当中啊 生出来的时候还有点良心本性啊 为什么越长大越恶劣啊 一个小孩子爸爸妈妈带着他去坐公共汽车的时候 还要说妈妈不要不放我买票 孩子都懂得不要在众生面前丢脸 妈妈却偷偷摸摸把孩子塞在人群当中 能让售票员不看见就尽量不看见 能少买一张票就少买一张票 看一看就是要找回我们原始的本性 像孩童般的纯洁 这就是我们内心非常干净的佛光 让他反照出来 那消除我们今天对别人争斗 偷偷摸摸摸摸摸的去占人家便宜 所以我们要证得三摩提 实际上就是让你证得涅槃妙心啊 你要特务啊 这个人间你去占了人家点便宜有什么意思啊 你会发财吗 你今天跟人家做生意 你偷偷摸摸在里多算人家一点 别人知道了你这个生意都没了 你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好好地做人呢 有的男人回去跟自己的老婆 偷偷摸摸地卡他一点 弄他一点的钱啊或者账啊 弄得老婆自己心里都明白的 你这种男人我以后终有一天不要你的 你不要把人家都当傻瓜啊 你的妙心在哪里啊 妙心就是真实啊 我今天对别人真实 别人一定会对我真实 我今天就拜托你做这件事情 人家就会实实在地帮助你 你拜托这个人 你还要遮一点 长一点 不跟别人说实话 别人知道了 会真心帮助你吧 所以妙心妙心 妙就妙在真实之心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什么叫涅槃 明白了呀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的呀 到最后全是没有的呀 既然没有的 既然没有的 不就回归本来的本性了 不就是涅槃吗 你不就是能够策悟了吗 你不是就是佛法界讲的 正法眼障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什么叫正 正法眼障 就是让你什么事情都要在正的路上去前进 你想一想看 学佛有没有学得偏的 有的人执着学偏了有没有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真正的明白 你在人间做人的真谛是什么 你忙了一辈子 你最后不知道苦空无常吗 你苦了一辈子 你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不是空吗 你的一生不是在无常当中 就这么结束了吗 想一想世界上每天要死多少人 这些人自己还不知道来到人间干什么 他已经结束了 因为太无常了 所以众生从无始以来 一直是无名 你看我们从生出来 什么都不知道来到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还没搞清楚了 就走了 就是无名伴随着你的一生啊 不明白啊 不明白道理的人可怜吗 想不通的人可怜吗 无名和自信 师父告诉你们 一直是存在的 而且它是同时都存在的 你生出来的 你生出来有无名 但是你的自信也同时存在 所以佛法界叫 俱生无名 一起生出来的 所以并不是说 你先有佛性 后来才会生出无名 不是的 因为它是同时存在的 因为它是同时存在的 看你找到佛法 还是找到无名 就犹如一个孩子出生之后 这孩子出生到了人间之后 他同时可以接受善念 也可以接受恶念一样 同时的 你去接受了恶念 你就是个恶孩子 你接受了善念 你就是个善良的孩子 所以这是公平的 那么为什么同样一个孩子 从小长到大 会产生截然不同的 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 这就是要看 你多无名了 和你怎么样拥有佛性 因为无名之故 我们人有时候 经常认为 自己的一个念头 那是对的 我这样做是对的 明明让自己颠倒了 还不觉悟 直到自己做错了 没有感觉 所以人苦就是苦在 颠倒不觉呀 你想想看 现在的人在追求什么 全部都是追求那些 不能永久伴随着你的东西 包括感情 包括房产 包括你的名声 你的名利 一切都是颠倒 你去追求的 那些都是 不能够永远陪伴着你的 而真正灵魂上 永远陪伴你的 你没有觉悟 你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所以人就是在追求 成静 灰尘的尘 境界的静 你看看人可怜吗 在人间 为了爱一点面子 跟别人打呀 吵呀 闹 为了显化自己家里有点钱 哪怕借点钱来买了 我也要挣这个面子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有多少人结婚 想排场 没有钱 还要借钱 结婚之后 现在人家一大笔钱 慢慢在还 这不就是叫追求成静吗 灰尘的境界吗 再举个例子 犹如一个孩子很顽皮 他经常捉弄别人 孩子觉得很开心 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那么他慢慢长大之后 他就喜欢捉弄别人 因别人 他自己慢慢地成为一个坏孩子了 他是不是无名啊 但是他在无名当中 他觉得他是对的 他很开心 这些都是由于人 本性当中的 贪嗔痴造业 所为 所以你一定会受报 包括到今天 我们学佛人当中 很多人喜欢阴别人 喜欢讽刺别人 喜欢嬉笑别人 他觉得很开心 其实他是无名 他造成别人痛苦 实际上他一定会被业 任何伤害别人的行为和语言 包括你的思维 你都会受到报应 最后是你受到报应 这就是天网恶恶恶 所以伯把节称为业种自然 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你一种业 而这种业 你觉得很开心去讽刺了别人 你种下了这个种子 那么自然就形成了业种 所以有些人从来不知道讽刺别人 那是一个错误 还觉得自己很有智慧 人家想不到的话他能说 人家做不到的事情 他能做 他的业种变坏了 所以自然的变坏 他没有感觉 他活在无名当中 所以修行人首先就应该懂得 什么叫修行 要懂得 不能盲修瞎恋 你以为坐在佛的面前 念经你就是在修行啊 你的心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你以为跟菩萨磕头 你就是在修行啊 你这个头磕了 你魂已经飞掉了 你没有一种精进心 没有一种忏悔心 所以你错乱的在修行 忙得不得了 天天好像在做功德 忙修啊 练什么 打坐呀 你坐在那里 脑子全部都是空的 那你叫真修 你坐在那里 杂念纷飞 你的心不管再修多少年 你的禅坐 不管你再练多少年 在佛法界叫错落 错掉了 落就是落根的落 落下来的落 所以一个人的概念不改 你再活多少年 他的卑劣的概念 永远缠绕着他的那颗心 所以为什么 有的男的结了三四次婚 他觉得没有个女的 好的 因为他心中觉得 你嫁给我了 你就要为我服务 你就应该照顾 你就应该多做事情 你应该像奴隶一样的 这么做 他的这种概念 造成了他 可能五次 十次的结婚 你都找不到一个 贤妻良母来嫁给你 因为你的卑劣的概念 缠住了你的本性 让你看不见本性 让你找不到光明 所以一个人 错误的概念不改 再活多少年 他还是这个样子 到死了 他还是这样子 因为无名缠绕着他一辈子 所以菩萨告诉我们 要修掉心中的污垢 什么叫污垢啊 污 就是污染啊 你知道不好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去做 垢就是已经形成的业障 肮脏的东西 难道你们不知道 什么叫污垢吗 骂人算不算污垢 但是天天有人骂 夫妻吵架 讲好不能 骂对方的父母亲 逼急了什么都骂 这种明明知道是污垢 还是无名的习气 去沾染着他 去不停地去拥有他 造成自己对别人的伤害 对自己 也是一种伤害 所以如何修心 你这样修法 你根本得不到 无上菩提的 无上菩提 那是一种境界 那是一种圣境 那是一种 能够与人为善 让别人感到春风般的温暖 苦难的时候 让别人感受到 你的出现 能够帮助我 得到解脱 去除烦恼 否则 你去造成别人 更多的烦恼 你还是在无名当中 你以为我在帮助他 我在救他 我 我 我像这么重 你还是在无名当中 真正地把自己 和众生融为一体 人伤我痛 他的痛苦 就是我的痛苦 他的烦恼 就是我的烦恼 你这样才能救人 你这样才能 证得无上菩提 智慧怎么来的 因为你的境界是无上的 没有顶的叫无上 菩提 就是你的慈悲心和你的智慧 悲至双修 悲至双运 所以有慈悲心的人 一定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 他一定会慈悲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佛的悟性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